1972年出生的著名台湾女歌手张慧妹虽然还没传出结婚生子的消息 不过这几年,随着年纪的增长 这位情歌天后身材却呈现出发福的征兆 前几年,张慧妹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 就有人调侃张慧妹好像韩红 说的是张慧妹发福很严重 本来作为实力派歌手 确实不用太在意自己的身材 不过想想张慧妹除了唱歌 还会经常边唱边跳 如果身材发福 跳舞看起来也不美观哦 不过阿妹最近也回应大家 自己发福的原因 1.过劳肥 2.家族肥胖症 3.吃激素药 4.年龄增加导致代谢减慢 5.和周杰伦一样 无法戒掉奶茶 第五个原因 5.感觉周杰伦躺腔了哈 实际上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年纪大并不一定会发福 比如王妃 出生于1969年 比阿妹还大三岁 但是王妃看起来状态就不错 还很瘦 而且关键是王妃还生了两个小孩 都没有发福 阿妹提到自己还吃激素药 那才是加大发胖重要原因之一 激素药对于身材变形发挥了很重大的关系 而且很难轻易减下来 另外阿妹说自己家族有肥胖事 大家看看张慧妹自己家里的人就知道了 比如张慧妹的妹妹张慧春 也是一名歌手和妈妈 也是微胖 张慧妹的妈妈 从这个年纪来看 其实并不算很胖哈 据说张慧妹家里孩子多 在家中的九个孩子中 张慧妹排行老七 张慧妹家族的女人 确实很有福相 张慧妹站在姐妹团里 根本就不算多胖 所以张慧妹的发福 也许在基因里就注定了 后天加上吃激素 过劳等因素 造成资金费尽力气也无法减肥 不过虽然张慧妹发福了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 我还是很